換過去我也會被針對 上代難道這皇子不抓我才慣 有兄弟現在就說要不你換先 我也想到了 但換過去這皇子應該要抓死我 恐怕 征服著打藍博也是可以 只是這個護甲和魔抗被咬板了 抽個護甲 他準備裸個護甲鞋 或者說 連內那個護臂 有點經典 這個裸這個裝備有點經典說什麼 四瓶鞋 我跟他換水應該換不過他 要麼就一次性把他打死 盡量不跟他消耗了 說實話這個也太慫了 護甲四紅這是人能幹出來的事 感覺我被認出來 出裝太抽象 他這麼出我們就不跟他消耗了 你就算現在把他打到100血 只要他不死 塔下待個一分鐘他直接滿血了 磕藥磕滿 我都有畫面了 不用去10套了 想一下 腦子裡就有畫面了 等一會兒6技了 直接一套斬殺他 藍博這麼高 可惜我打野 來 兄弟好像沒辦法他們倆把我們的位置卡住了 AD都去了嗎 這的核心真強不了 好走位 好支持到了 放手一波 暴擊搶 能打到100血還沒吃掉他就沒成了 W掛上 收下人頭 進他這個圈圈回天雪 可以追 點燃掛上一個W掛上 走位接著亂 閃現一個平衛直接收下助攻 Double助攻 操 我交閃來幹嘛 我中路虧的線都比這兩個助攻錢多 趕緊退不然要進了 我希望皇子復活不會直接過來噁心我 他要這一波你要是我要是這個皇子去呢我直接復活我過來卡線 那我就可以退了 OK 走啊 這麼浪哥 綠豆現在300塊了啊什麼綠豆 卧槽 綠豆300塊了嗎 這麼BT呀 真的假 怎麼這麼貴呀 像我這種不出這東西的我都不知道 這要不是彈幕說我都不知道真的 他可能一年之後 他這個300塊我都不知道 這一個平衡 我6了 一個平A 一個平A 往前躲一下他的技能 進草 卡西 W掛上一個平A一個大招 一個平AQA Ctrl6直接極限反殺 細節 決定成敗 王者 絕非無人 不可堂 征服者多掺雜平A 那個爆發 你可能想像不到 為什麼 疊滿征服者之後你的攻擊力會特別高 你疊滿之後他提升的攻擊力 而你多A一下他就 用的觸發的又更多 直接反殺 不慌了 很極限 他人都沒死 我標已經亮出來了 因為我知道他接我這一套AQA 他必死 他必死 有的人 帶征服者說沒傷害 那是因為你的輸出手法需要調整 這個是跟手法有問題 對吧我前面用普通普通技能 疊滿了征服者 然後後面才 多打的傷害 有的人一套連招像打帶電型一樣 打了一套 連招然後就跑了 你征服者剛疊滿 你的強勢機剛來你已經跑掉了 他肯定打不過呢 孩子 手龍 有點油啊 這麼油嗎 哥 好油啊 他這波是拿技能打我血量 就不殺我 升級 升級 多點血量 一個QA 這波也是有伏筆的 升級之後增加 增加幾十滴到100滴的血量好像是 升6了嗎哥 升6了嗎哥 OK 哈哈哈 有點細節啊 懲戒吃炮車 炮車也吃到了 還升6的2殺5 藍波這波想法是對的 先拿技能把我打殘 打殘之後後面我 想跟他打 他在等下一套電型 一個電型就把我殺了 但是他沒想到 那個斬殺線我升級一下直接就回滿了 星期一不是休息嗎 今天屬於車加班嘛 很人心話 不覺得嗎 前兩天直播間被封了我沒播 今天週一不就加班了嗎 我從不妥協 沒辦法考慮到大火對嗎確實 雖然我是這個被搞了 場外因素我無奈 休了一天 但是還得補回來 就那一天 被封了我下部我也沒休息 我也還在打韓服 你A呀哥你為什麼要非要斬殺呢 我這波又不想 殺個人把我大人頭送過去 然後他們一直不扛他 我有點尷尬 虧麻了 虧麻了虧麻了 為什麼會被封 打韓服打韓服 韓服被封了 韓服 打韓服導致的直播間被封 所以你沒發現 前兩天狂打韓服今天都沒打嘛 有原因啦 等下個月 兩三天之後吧4月份 再打韓服了 韓服的人看到國服就知道我們是國服的人對吧 喜歡惡心人 說敏感的詞彙 然後 那 就會出問題 不傷大呀 不過只能說個別吧 等他 等他出去 我現在卡士也進來 他們出手了那就到我了 你為什麼要把他拉走啊 我本來都A出來了 還6 溺天了這個人 我就點一個他的R 你應該知道你幹了啥吧哥 蛤 本來都A死了兄 他把他給拽走了 我第一時間是放的Q進了 所以我沒位影 那我們接下來在塔下A出這個B弄的話我的600就死了 這波配合吸水 他 他適合一個人 這上單適合一個人玩 配合不了 沒辦法 我也不能說因為他的 他的配合然後我們去強行換一個人頭 而我是600換 600塊是拿到的人600 哥沒事吧 加上助攻7800 哎呦 完了感覺要出問題 大人頭都在送 很好 是不是到我了 QA 可血一個二段W翻牆接二段 翻牆沒接到 盾好厚啊這波應該有兩三個盾了 不會還要逼我出破盾刀嗎 這把確實盾有點多 王子一個 亞蜀一個 輔助中單都有 ADC一夥再出個贏血劍好像他也有 但我這把他征服著 不想打呀 應該已經EQ這個 他在草裡 那為什麼盾這麼厚啊 王子的W加了他的心石 這盾真的太厚了 前面幾個版本好像王子W加強了他的盾很厚的 有點小混說實話 好像上次有人說他的盾跟瑞文的E一樣厚是嗎 感覺有點誇張 就把破盾刀逼出了 那就很尷尬了 征服者出破盾刀 屬性 跟我們這一套打法 完全不適合 完全不適合兄弟們 一般你出的 合血那就要 追求極致 出血量出CD 出護甲 黑切這種 可以撿對面的護甲 加強自己的血量 加強自己的CD 等第三件再說嘛 前兩件還得出這個 不然我廢了 對面好穩 我找個機會 哈嘍 翻牆躲一下 他們是不是在等我的大人頭死了就翻了呀 感覺有點像 他們還想贏 我看出來了 怎麼才能快速解決呢 要不我們團吧 nice 我來了 別死啊 救一下救一下 真別死了 再死我感覺有點抽象 因為我們這麼大優勢一直是對面在殺人 我們卡住了 很奇怪呀 怎麼大優勢主動全在對面 真怎麼抽槍 啊你大人頭啊 不會吧 切屏 人家說點小地圖嗎 我這屏切得還快啊 你是不是沒看過fake 我們難道玩家更需要這樣 你們知道嗎 你是個遊走英雄 眼觀六路 耳聽八方 你不看你怎麼知道哪裡需要你呢 我說實話玩法師 他們都一直切 你難道更需要呢 遊走英雄 我的切屏已經漫得離譜了 說實話 你不會玩藍刀就是鎖平的吧 他有點誇張了 藍刀鎖平就有點太抽象了 保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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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平A,再一个Q点,一个W挂上去征服转 QA,W挂上,一个平A,可选,挂死了 征服转还在,Q,W去征服转,挂上被动 他要往前去追,他真的要死 只要你的征服转叠上来,不到个位数的血 你就都有超多的机会 征服转主打的就是CD,很快,技能很快 技能很快,打被动很快 核心是征服转加被动流血 所以你会发现我一直出CD,一直出肉装 我们靠的就是被动流血伤害 而最新的版本,更新加强了就是流血的伤害 也就是说征服转这一套其实被增强了 我们地波团可能可以打3到5个被动流血 穿甲流就是用技能打伤害,而征服者就纯靠被动 纯靠被动 大招过去,一个平A,可选A,Q,W挂上,一个平A 你看,技能看起来一个一个接上来,不多 但是流血加上来,那就高的离谱 而我们CD再快一点,2秒到3秒就一个被动流血 这就征服转的打法 看下我们的输出 输出全场伤害第二,OK 其实我们已经是第一了 兄弟们 跟死哥没法比 死哥 嗯